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安装空调机施工程序的重点 安装空调机时,必须检查空调机台面是否符合安装的要求 当发掘有不符合要求的机台面,就要通知总承包商进行补漏处理 安装前,必须检查空调机件是否正常 安装时,注意机身要有正确斜水及水管要稳步安装 所有夹口位置,不要填上玻璃胶封口 说了窗口式的注意事项,现在不如说一说分体式要注意的事项 室内机安装时,记住要调低底板鞋水 室外机安装,注意墙身和四周之间的距离 一定要符合制造商指引或顾问工程师的批准 同管弯曲时,应该要用弯管工具 不能随便用手或者其他工具 同管接合时,喇叭口所用的力度一定要适中 否则喇叭口会很容易断裂 冷煤铜管连接完成,得用氮气、nidrogen 加压到1.5倍的操作压力来进行压力测试 所有用过强深处的孔,要用适当的材料封好 在建筑工具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言和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理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 静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